王小鸭 可惜的是,他没有继续留在央视,也没有留在舞台上,尽管不在电视机前主持节目,却没有闲着。 近日,他主持了人生第一课的公益活动,采访此为小学的学生代表,呼吁老师、学生与家长三方配合,对孩子们进行得益教育。 已经51岁的王小鸭,没有了年轻师的青春亮丽,没有了纤续的身材与漂亮的容颜,却多了一份成熟与睿智,尽显中年女性的知性之美。 出席活动时,他没有化妆,也没有穿着礼服,站在舞台上,依然落落大方,侃侃而谈,气质优扬。 身材发福,腰和腿都出了不少,穿着也比较老气,没有了往日的风采。 网友们表示,变化太大,老了一些,有点认,不出来。 不过,王小鸭从来都不是靠颜值靠身材博上位的人,有着深厚的主持功底,有着丰富的知识量,这就是他的资本。 进入中年,身体发福,颜值下降,都是不可避免的。 岁月不会少过任何人,不管他曾经多么美多么瘦,到了一定年纪,都会留下岁月的痕迹。 而像王小鸭这样的优秀主持人,曾经将最宝贵的青春,谢给了鸭室以及观众们。 大家只需要记住他的美好就好,不要对现在的他有太多争议。 走下舞台,王小鸭可以做真实的自己。 不需要涂抹一层又一层的化妆品,不需要穿不舒服的高跟鞋和礼服。 可以换上舒服又体面的衣服,将头发绑起,参加工艺活动。 的确,他胖了一些,却不会影响颜值。 站在舞台上,